好 那现在七点钟了 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内容 我们继续讲第三章的主观题 讲到了第46题 我们看说ABC快失事务所负责审计假公司2014年度的财务报表 那我们的项目组确定整体重要性是100万 跟之前老师给你介绍代数的那个金额是一样的 但是你别想当然 对吧 你看看人家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定的是什么 定的是5万 考试的时候没有一句废话 对吧 这是大神告诉你们的 把它标黄 说我们的审计工作底稿中与韩正 考韩正了吧 相关的内部内容摘录如下 那你考韩正有两个词或者有两个关键词组 你就应该反映出来 一个叫什么 对于韩正的全过程要保持控制 另外一个呢 可能会影响我们韩正的可靠性 那么来看看吧 第一个小题 说我们的审计项目组在寄发韩正之前 将部分 核心关键词来了 部分的被寻证者 它的名称和地址 与我们假公司持有的合同以及发票 当中的这些对应信息进行了 核对 那么针对于信封上被寻证者的一些姓名 地址 我们是应当做核对 对吧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不是要百分之百全部核对呢 这个用不着 这个不用 同时针对信封上的被寻证者的名称和地址 需不需要亲自填写 也用不着 所以它做法恰当不恰当 它做法是恰当的 没毛病 有同学死在这 它认为这个合同以及发票是被寻证单位内部的信息 我问问大家 合同几个人签的 两个人签的吧 虽然是假公司持有的 那跟对方有没有关系 对方盖没盖章 盖章了吧 发票是谁开的 是被寻证单位自己开的吗 不是吧 对方开的呀 这个不完全是IPE对吧 和这些信息进行了一个核对 这个做法是没问题的 对吧 第二个小题 说我们的审计项目组成员跟随假公司出纳 到了已公司实施寒证 这叫跟寒是不是 跟寒的时候别乱跑啊 观察人家寒证的过程 说出纳到我们的柜台去办理相关事宜去了 我们的项目组呢在等候区等候 你甭管项目组干嘛 他去等候区等候喝茶 还是去访谈干正事都不行 他必须怎么样 要观察寒证的全过程 那片当话叫什么 要对于寒证的全过程保持控制 对吧 你把那两个核心关键词写上 说我们的项目组应当对于寒证的全过程保持控制 不应在等候区等候 比如说应当怎么做 去观察我们的已银行办事人员寒证的全过程 就行了 就满分 对不对 然后我教你们一个点 你们考试之前会自己做一些练习 有些同学经常会问 老师这个答案能不能给分 或者说我写这个答案好不好 你就反着想 你想如果你是判卷老师 你的这个答案哪会有问题 理论上关键词有没有 有了 有没有结合题干 结合这个具体的题目 也有了 你找不出一个扣你分的理由 那末 你的答案就是恰当的 不用和我们最终的标达 百分之百完全一致 如果说有些同学做不到这一步 你去模仿这个后面的标达 这是可以的 但是我说 不是说跟后面的这种答案一个字不差 那才叫你正确 你叫何心想什么 想这个理论派的判卷老师 和这个案例派的判卷老师 有没有扣你分的理由 就够了 第三个小题 说我们的客户 秉公司年末应收账款余额是 一百万元 这叫什么 未审数吧 这是被审计单位的IPE 这是他自己的认定 他自己认为应收账款余额是一百万 那回函金额呢 这是外部的函证信息 是九十万 那两个信息矛盾了 怎么办呀 两个信息矛盾了 注册块是应当调查差异的原因 他调查了吗 他说因为差异金额高于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所以审计项目组直接提出了审计调整建议 啥意思呢 他直接相信了外部的证据 发现了吗 他认为这九十万是对的 外部的信息就百分之百可靠吗 是不是之前说了 这叫什么 这叫不辅 不辅和不可靠是一回事吗 它是两回事 它不等于对吧 不辅跟不可靠是明显的两回事 那我们的审计项目组应该干嘛呀 应当去调查差异的原因 你要结合提干 针对于这十万的差异 尽管他高于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那我们的项目组也应当先行调查差异的原因 不应当直接提出审计调整建议 对吧 他跳步了 第四个小题 说我们的客户丁公司回函邮寄显示 我们的发函地址与假公司提供的地址不一致了 假公司财务人员疯狂的解释 这叫什么 叫紧询问是吧 开始询问了 后面你要看看注册怪师除了询问之外 有没有干别的事 你看他询问一下财务人员出什么事了 那假公司财务人员就疯狂的解释 他说由于定公司存在多处办公地址 那我们审计项目组认为解释合理 然后直接就在我们的审计工作底稿中 记录了这一情况 这叫仅询问不足对吧 这叫片通话 答上仅询问不足也没什么毛病 你说我们的项目组仅通过获取 假公司财务人员的解释 不足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还应当针对于 假公司的地址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例如比如说向假公司执行联系 获取地址的信息 或者从他的外部官方网站上进行查询 你就举举例子 举一个举两个这都行 核心关键词理论派 想看到的是 仅解释仅询问不足 第五个小题 说我们的客户物公司为海外公司 我们的项目组收到了 物公司境内关联方 代为激发的巡证环回寒 未发现差异结果满意 那这个做法肯定是错的 我们的注册快诗 应当对于韩正的全过程 保持控制 不应当有被寻众者的关联方 进行代罢 应当怎么样 应当要求物公司 直接将韩正寄送至 我们的注册快诗 或者宇宙快诗事务所 这就是正确答案 这速度OK 我稍微前面放慢一点 因为前面的题度不是很难 慢慢适应上 所有的题目 核心关键词是什么 结合题干怎么做 都没问题了 47题 我们来看一下 审计的是假公司2018年的 财务表 涉及到了与韩正相关的内容如下 第一个小题 说A注册快诗 对于假公司年内已注销 核心关键词来了 已注销的某 我们的人民币银行账户 去实施韩正 到这你以为他想考什么呀 就我们正常情况下 以为考这个 韩正的对象 对吧 针对于银行 你记住他要含三个内容 一个是存款 一个是借款 还有一个是 与金融机构往来的 其他信息 是不是 因为我告诉大家 这个怎么记 首先存款这个不用多说了 你们都知道 要含存款余额 但是 正因为我们要含借款余额 所以针对于那些期末 存款余额为零的 银行账户 我们要不要含 我们也是应当含的 这是一个记忆的技巧 就是因为有这个 我们的对象里面 有这个借款余额 所以你不能因为 它的年末 银行存款余额是零 你就不含这些账户 这个是一个技巧 同时这个有没有技巧 也有 就针对于注销的 你看啊 针对于注销的这种账户 存款余额肯定是零了 借款余额肯定也是零了 那我能不能不含 不行 还有一个与金融机构 其他的往来信息呢 这在审计里面 或者在实物里叫什么 这叫发生额 对吧 你以前做过哪些交易啊 往来的其他信息吗 这不就发生额吗 针对于银行 韩证 我不仅关注它的存款 还关注它的借款 关注借款意味着 余额为零的 我也得含 还要关注 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信息 关注往来就意味着 注销的 我也得含 这个基本思路你要有 但我们后面去看看啊 后面去看看实际 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 他说银行表示 无法叫已注销的 我们的账户进行回函 这谁表示 是被审计单位表示吗 不是 是银行说的 有同学开始质疑这个了 说不对啊 银行不能就于 以这个注销的账户进行回函 这件事情 他的这个做法肯定是错的 应该可以函 没有这么说过 人银行说不能函 那就是不能函 那怎么办呀 那我们的A注销块是 检查了该账户的一个 注销证明的原件 然后亲自从我们的 中国人民银行 获取了已开立银行 结算账户清单 认为要相关信息 在做什么呀 你能不能看出来 这在做替代程序 它是不是做替代程序呢 那人家做 人家确实银行说 这是银行说 确实含不了 然后注册块是 实施了替代程序 可不可以啊 这做法恰当的 没什么问题啊 别死在这 如果说被审计单位 说这个银行无法 就以注销的这个账户进行回函 那你琢磨琢磨 还有可能有问题 但银行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人家就告诉你 你确实含不了 你就要跟着题干走 你就别自己多想了 OK了啊 所以第一题应该是恰当的 重点给你解释这个 你解释为什么零余额的 银行账户 我们也应当喊 审计准则要求我们的 对吧 但是它背后的逻辑是 还要看一看借款的问题 为什么注销的应当喊 就除了存款借款 虽然都是零 但是呢 那些往来你也得关注 这是背后的原理啊 掌握一下这个 考试的时候 它要考变形 你知道为什么 第二个小题 说在实施我们应收账款 含证的程序时 A注册会是将财务人员 在发函信封上填写的 客户地址 与销售部门提供的 客户清单中的地址 进行核对之后 那这个核心关键词什么 一个是财务部门 另外一个是销售部门 这都是被审计单位 内部的部门啊 这不IPE吗 这才是你们理解 那个IPE呢 就跟前面那个合同发票 不是一回事了 对吧 那你拿内部的信息 相互核对之后 然后呢 亲自将寻证函 交予快递公司发出 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应当对于 被审计单位内部的信息 或者你结合体干啊 就财务人员提供的信息 或者是我们销售部门 提供的这些与 被寻证者相关的 客户地址等相关的信息 执行进一步的审计工作 核查它的完整性 准确性 或者说呢 通过外部的来源 进行核对 这都可以 随便结合一下提干 就能得分了 第三个小题 说假公司啊 根据我们的销售合同 在发出商品时 确认收入 那客户以公司回函 确认金额 小于我们的函证金额 是不是不符了 说假公司管理层 疯狂的解释 什么原因啊 C是我们的期末发出商品 在图所制的 那A注册块是 检查了相关的合同 检查了出库单 检查了签收单 这不内外部文卷都有了吗 等相关的一些支持性的文件 并且人家还和对方 取得了电话的联系 确认了相关信息 认为结果满意 那这个做法是一个完美的做法啊 这个做法是恰当的 没什么毛病 所以你别看 那前面给你说的天花乱坠的 这个业务场景挺复杂 但实际上最后人家检查了内外部信息 并且和外部人员取得了联系 核对了相关的情况 这个做法是恰当的 第四个小题 说A注册块是 对于应收账款余额实施了寒证程序 有15家客户未回寒 你读到这儿 你就应该有一个肌肉反应 对吧 那小于老师说的 这触电的感觉 什么触电的感觉 我们后面甭管说什么啊 说的天花乱坠的 你都应该针对这15家 没有回寒的客户 执行100%的替代程序 对不对 那你看看 那后面是不是这么做的吧 说我们A注册块是 对其中的14家 实施了替代程序 结果满意 那对于剩余的一家 应收账款余额 由于小于我们的明显微小 错报零件值 又拿明显微小错报零件值 说事啊 说A注册块是不再实施替代 那这个做法明显是恰当的 不恰当的 为什么它不恰当啊 它小于明显微小错报零件值 我就不做工作了吗 小于明显微小错报零件值 它只能是不累计不更正 对不对 它不影响我们的审计程序啊 那在这块 只要15家卫回寒 我们应当对于 所有卫回寒的客户 理论派就看这个 你是不是能够写出 针对于所有 卫回寒的客户 都执行我们的替代程序啊 比如说还应当针对于 这剩余的一家 执行替代工作啊 这就是满份 第五个小题 说假公司 对于货到票未到的原材料 进行了 没有进行攒估啊 是未对我们的 货到票未到的原材料 进行攒估 它这个做法 先说恰当不恰当 是不恰当的 它会影响什么 影响我们存货的完整性 对不对 写上吧 有一些货 确实已经到达 被審计单位了 它取得了相关货物的控制权 但是呢没有攒估入账 是不是意味着存货不全啊 那我们的A注册怪师从哪啊 从应付账款 明细账中选取了90%的供应商 去实施我们的含证程序 要求供应商在我们的寻证 含中去填列余额信息 那这里面一直有一个同学 不明白其中的一个道理 就是这个应付账款 明细账和我们的供应商清单 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到底是什么 我稍微花点时间给你解释解释 你看我们有两种文件 一个叫供应商清单 另外一个呢 叫应付账款明细账 我给你举一个最通俗一睹的道理 好不好 你们都有微信对吧 我问你啊 这个供应商清单 它的本质 它像我们整个微信里面的 你的那个通讯录 还是像你们的那个聊天记录啊 告诉我 这个供应商清单 它是更像你的通讯 你的联系人啊 你的通讯录 还是更像你的聊天记录 非常好 它明显是个通讯录 对不对 就是你可能和这些人发生交易 它是个通讯录 而真正的应付账款明细账 是指本期啊 在本年你真的跟他聊天了 发生了相关的采购交易 它相当于是那个聊天记录 当然咱不考虑那个微信群的问题 咱就说个人 单个人的啊 我问你啊 是通讯录里面的人条目多 还是聊天记录里面的条目多 你告诉我 是不是明显通讯录里的人应该多一些 比如说我通讯录里面一共500个人 然后我本年选择和其中的100个人 进行聊天 反正这100个人 肯定是从这500个人里面来的 他们两者之间逻辑关系和本质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微信里面的那个通讯录和聊天记录 而这个聊天记录 相当于你跟他发生了采购的交易 对吧 是不是这道理啊 那如果按照那个从账到账 还是从账到账来说 那供应商清单就更像什么 更像证据 它是那个证 而应付账款名气账呢 它就更像那个记录 对吧 它相当于是那个账 那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我存货可能不完整啊 我选取我聊天记录里面 真的本年和这100个人发生了100笔的这种采购交易 然后我选取90%的人含证 我只能含证相关交易的真实性 是不是 就真的假的 这01的问题啊 那你权不权你从哪含啊 你应当从供应商清单里 针对这500个人 你选取一些人去含证一下 有没有说你真的发生过相关的交易 你没有记录在你的这个应付账款名气账上 是不是这种情况啊 所以它解决的是完整性 是六七的问题 所以它有点像我们那个测试方向 但又不完全相同 能听明白不 这有点那种顺利查的感觉 但它不是完全一个意思 但是你能理解什么叫做供应商清单 什么叫做应付账款名气账 这样题目就很好解 对吧 你从应付账款名气账里选取90%的供应商 你从这100个人里选取90%的 肯定怎么样 都有对吧 它肯定是全的 但实际上呢 你要验证啊 这里面有没有假的 你是从应付账款名气账里面去选项目 但如果你想看 这个应付账款名气账记录的全不全 那你从哪走啊 你只能从通讯录里面去走啊 OK了哈 能听明白不 现在知道什么叫做供应商清单 什么叫做应付账款名气账了吧 所以它怎么样 它选取的这个文件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对于 货到票未到的这种原材料进行暂雇 我们是担心存货的这个完整性认定啊 所以说我们应当是从 供应商清单里面选取项目实施寒证啊 它测试方向反了 OK了哈 来看48题 说第一个小题啊 我们审的是2014年的 看一下第一个小题 说假公司啊 所处行业2014年度的市场需求显著下降 那A注册筷师在实施风险评估程序 在用分析程序时 说以2013年的财务报表以审数作为预期值 这个预期值还合理吗 有同学说老师不对啊 之前你说了 我们在形成预期的时候 可以用贝士仁单位以前年度的数据啊 但是那种情况叫可以 如果说以前年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我们就不再适宜 用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作为什么 作为预期值了 应当以什么 应当以2014年的变化 变化后的情况作为预期值 然后将2014年财务报表中 波动较大的项目评估为 存在重大错放风险的领域 这主要是错在这 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题目 第二个说我们的A注册筷师 对于营业收入实施实施性分析程序 那将我们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作为以记录金额与预期值之间 可接受的差异额 他想说什么 这个地方可接受的差异额 能不能等于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之前我们定的可接受差异额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我们定的是75万对吧 我们说了可接受的差异额 它是不能超 它一般情况下是60 但是它能不能等于75 可以 它只要不超就可以 所以这个做法是恰当的 没问题对吧 第三个说假公司的产量 与我们的生产工人工资之间 存在稳定的可预期的关系 这不就那公式吗 你看啊 做预期的时候 我有一个公式 他找到了相关因素 他说这个 人员的工资和产量之间 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关系 他能找到这么一个公式 那A注册筷师认为 产量信息来自于非财务部门 所以具有可靠性 这话说出来都很搞笑 对吧 这种话说出来就感觉好像财务部门都是骗子 来自于财务部门就不具有可靠性 由于来自于非财务部门 所以具有可靠性 那这说法明显站不住脚 对吧 无论来自于财务部门 还是非财务部门 它都是被审计单位的内部信息 IPE 我们都需要对于信息的完整性 准确性 或者你结合体干 你说它的可靠性也行 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你不能直接去利用 所以这小题很简单 提演就在什么 就是非财务部门具有可靠性 这件事情是错的 第四个小题 说A注册快失 对于运输费用实施的实质性分析 确定以记录金额 与预期之间可接受的差异额为150万 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超了150万 我就是不可接受的 我问问大家 如果说最后的那个差异 就是我们做出那个准确的预期 和被审计单位的未审数之间那个差异 它超过了150万 注册快失应当干嘛 告诉我 是不是注册快失应当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就不能下班对吧 接着干 那如果没超呢 没超就是你们经常看到那个注册快失认为结果满意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别乱了 这个事情没你想那么复杂 所谓的可接受差异额 就是我们注册快失设定的一个标准 如果说最后的结果 他超过了这个可接受差异额 认为就是什么 不可接受的 那不可以接受 你就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 接着干就完了 如果可以接受呢 注册快失认为结果满意 关灯下班 那实际情况呢 实际差异是350万元 那他超了对吧 但是超了之后呢 你要对于超过所有的这个差异 就是350万的全部 去执行我们的审计程序 而不是只对超过的部分 这很好理解 是不是 A注册快失 仅就超过可接受差异额的200万 去询问了管理层 并对其答复 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那这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了 对吧 那理论派想要什么 要对于实际差异 全额350万 去执行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第五个小题 说A注册快失 在审计过程当中 未提出审计调整的建议 那已审财务报表 与未审财务报表一致 这情况还挺好 实物过程当中很少 因此认为 无需在临近审计结束时 去运用分析程序 对于我们财务报表 进行总体复合 这个始于一个 非常明显的理论派的题目 人家就想考你 同学知不知道 我们审计准则规定了 在所有的审计项目当中 我们都应当做总体复合 而且在总体复合里面 我们应当做什么 做分析程序 所以这道题 没什么办法结合题杆 你直接去打理论派的那个观点 说做法是不恰当的 那在所有审计项目中 我们都应当在总体复合阶段 实施分析程序 就打完了 对吧 行吧 咱们讲了20分钟 咱们休息5分钟 大家换换脑子 然后一会儿带着大家 来开我们的第7章风险评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